好 各位觀眾 星海戰敗重足之心的第二場的賽事 將是由畫面左手邊的橘子熊隊的Slam 目前的戰績是三勝三敗 最近三場的比賽 他是吞下了一個二連敗 對象則是耀月太陽神TP耀月的GX JEX黃洋傑選手 戰績是兩勝六敗的成績 把他最近吞了一個四連敗 好 交手的地圖是克哈士 對 我們下一幕上看到這個是十二點鐘方向 那這個是橘子熊的Slam 是藍色藍色的蟲竹 好 來到六點鐘方向 那下一幕上看到這個是耀月太陽神的JEX 番茄戰士 它是紅色 紅色的蟲竹 好 我先講一下這個劉彥晨選手 十年Slam 三勝三敗 而且他最近吞了一個二連敗 是輸給了AK 跟輸給了Ian 昨天輸給了Ian 那至於JEX是四連敗了 兩位選手都在連敗 今天總會有一個人終止連敗啦 對 兩勝六敗 四連敗是輸給了Fly 輸給了軟球Bow 輸給了Set 昨天呢他輸給了 哇 這個打法非常有創意的 JoJo啊 把家裡面呢 這個全家大小啊 通通搬出門 包括了地刺 包子爬行 從後蟲通通搬過去 對 把戲碗收一收 出門啦 對 打仗去了 對 慢慢爬到那個 JEX家裡面去 對 我們 其實我後來出去還有跟JoJo聊一下 對 JoJo也說 如果他知道他那邊不衝他就輸了 對 那時候講他斷控嘛 所以他知道他沒機會 他就只好全部都帶過去 對 結果就贏了這樣 哇 真的 破釜成舟啊 對 好 那這邊 唉唷 這邊我發現 一邊是曼谷看 一邊是裸霜喔 10連大膽才會裸霜 我們看到這是10連的 二框已經放下了主堡 好 像這個 目前這兩位選手的戰績 可能就是要在爭取 不要去打升降賽喔 對 沒錯 這個目標就是要避免 不然打升降賽其實壓力真的很大 而且其實 就我知道最近還有一些業餘新秀 其實還不錯 是喔 對 那包括DS咧 惡魔洋王勳選手 DS聽說近況是轉了神族 好啦 對 他近況是轉了神族 他已經朝著神族前進 就是要來教訓你們這些重組 但是 對 但是目前 目前聽說看過直播表示 他還在熟悉神族 對 因為到了重組之星的這個 不一樣的這個版本之後 DS是因為在這個階段 他沒有打進到會內賽來 所以下個階段他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就是要挑戰了 這個後四名的選手 是 沒錯 他就可以直接從 他就可以從升降賽開始打 看能不能打上來 對 下一輪 下一個循環的時候 可能就會在會內賽看到他囉 對 ZX這邊 這邊很特別 瓦斯沒挖 這個 從打從瓦斯這麼晚挖 很少見 真的很晚挖 而且他已經可以鋪蟲胎了 對 我覺得這個 ZX是有一些戰術的選擇 我們看到施刃是正常的 裸霜開已經在提狗 索爾 這一個是這邊 瓦斯網開 而且後蟲下已經蓋到了三隻 然後他第一下沒有去噴蟲籠 我們剛才一開始會去噴蟲 他沒有 他拿去鋪蟲胎 一樣表示他很注重這個蟲胎 為什麼注重這個蟲胎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留意一下 他的戰術選擇 是要打什麼特別的嗎 好 放下了主包蟲草 難道他會讓我們看到新冰種嗎 這個 我目前這樣看起來 他好像想要用大量的厚蟲 因為他已經蓋到了四隻的厚蟲了 就是厚蟲走蟲胎會快很多 對 會快很多 但是他已經蓋到一 二 三 四 已經來到五隻厚蟲做毒孔 他要打 就是要走毒孔 那這還是沒下瓦斯 我們看到施斂進去看了一下 他已經直接升級二本了 他知道不會有壓力 他就直接升二本 那這邊應該是有什麼戰術選擇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二本放得下去 那這樣的話 對於施斂來講 他就知道初期不會有壓力 他就瘋狂的補著公兵 然後開開心心地攀升科技 然後瓦瓦斯 對 現在是開始先拼經濟 這個完全是補公兵 公兵的部分呢 我看到施斂31 JUX30 30 兩邊都30 對 差不多兩邊都是瘋狂 都是不斷地在補公兵 這個這邊同時下了4瓦 這樣的話應該是打一個雙噴 那這樣的話會打雙噴 就是蟑螂加刺蛇的組合 對 會比較有可能會是一個 雙噴的一個組成 等一下來看一下 因為4瓦這麼晚開 而且是4瓦同時開 等一下還留一下 而且是雙淨化 它是可以攀升自己的一個 可以攀升自己的工坊 好 大家的妄充都已經擺設好了 有選操 這個是在後面 對 這邊是施斂已經把羅雲塔放了下來 放在自己的家裡面 對 現在開始這邊升級了二本 JX這邊的工兵應該補得差不多了 這是不是要 好 果然升級了遠程一工 還升級了遁地 這是為蟑螂 對 為蟑螂做準備 為蟑螂和刺蛇做準備 對 好 我們看到這邊 其實它第一次了 JX這邊很聰明 雙方在前面 都是走營運的路線 然後現在都還沒有開戰 這是太平盛世時期 對 沒錯 現在兩邊是走一個瘋狂的營運流 對 不過這邊的話 JX沒有把蟲胎鋪出有點可惜 因為如果你要選擇走雙噴 如果你這麼早開始鋪蟲胎 其實你把蟲胎現在開始鋪 往前鋪 反正都要沒有來打你的情況下 你只好可以鋪過半場 雙噴給的壓力是 完全跟你沒有鋪置 完全兩碼子 因為你如果有鋪蟲胎的話 在蟲胎上的移動是非常非常快的 對 特別是刺蛇 對 這邊要用 蟲子遞網 門口封死直接走蟲子遞網 不要用蟲洞 對 那這樣的話 好 那這樣的話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因為等一下應該會出來清 我們看他應該 好 我們看出來到處繞一繞 蛇變完車 要從哪裡出口呢 對 要從哪裡出來 應該是這邊 對 你看這邊 對 死雷那邊被沒有發現到 對 找個出其不意的出口 衝動 變了 變在另外一邊 對…變在這邊 結果在這一邊 對 他沒有選擇上山 那這邊的話就是想要一波打死對手 不過這邊要看 這邊死雷其實 死雷進去看一看會不會 因為他對方封門的 封門就是跟你講說我要用空軍 不然就是要用蟲子帝王 對 那一般來講一定會猜蟲子帝王 所以這邊的話 死雷應該是直接要做防守 直接做防守 果然 死雷這邊的意思很好 來了… 可是第一次已經在那邊等著了 對 第一次在那邊等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蟑螂 蟑螂上去 攻防一共已經好了 一共已經好了的蟑螂 全部擠在一起 獨爆沒壞 獨爆取消了 這樣進去可以打到很多東西 獨爆竟然取消了 好 蟑螂這邊幾時出來 我們看一下 死雷這邊的蟑螂出來 再搭配空中的一個 六隻的飛唐 對 主要是飛唐 死雷這邊的主要是飛唐 在這邊火力輸出 對 蟑螂只剩下四隻 五隻 但是有盾地... 我們可以用盾地燒的 硬點工兵 這邊硬點工兵 已經點掉了對方 15隻 對 15隻 算不錯了 繼續... 從蟲洞這邊走得出來 對 還有... 但是這個在後面給 就不用再來了 後面全球就浪費掉了 對方已經要轉兵了 而且史雷這邊三況已經好了 這波沒有打死對手 我覺得... JX很危險 我覺得JX這邊應該... 因為你自己選擇了 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那這個... 我是覺得你現在要打死也很難了 我們看到 現在史雷的一個 部隊量已經很明顯了 是來到了 我整個一出來 就被炸到一個不行 趕快滾回去 從此立網雖然有通合 但是過去蟑螂 沒有辦法能夠一波打死 對 現在這邊換JX轉飛唐 對啊 他轉飛唐這個時間點 這個換他要轉飛唐 那這個飛唐 他就要祈禱對方不會走雙噴 因為當我出蟑螂 你也出蟑螂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邊 可能會選擇走飛唐 對啊 可能會有一邊走四蛇 說錯 會有一邊走四蛇 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直接後蟲要不吃倒地了 雙胖還沒有 那這邊的話 家裡面再出飛唐... 有嗎 奶的雞嗎 家裡面好 那這邊感覺史雷有發現 對方要轉飛唐 飛唐喔 這一個是要倒了 這一個要倒了 來不及 飛唐都來不及出來 這個要表示 這個表示GG斯米德 對 這個要直接推進去囉 這邊打了一個很酷炫的戰術 但是 時間這邊感覺是不給活路 家裡面有飛唐要出來了 來得及嗎 飛唐要出來了 飛唐在這個台語點 最後要出來救 飛唐出來 這感覺像剛剛的事情 那換天發生這樣 就是自己家裡面有張房 然後你會非常在那邊打 不過人口數也是急劇的下降中了 對 傑斯 番茄 番茄都要被墊番茄醬了 對...被打成大番茄了 被打成番茄醬 對 番茄汁 我們看到這邊 主礦二礦的工兵一直不斷的在減散 終於好像要清光了 終於 哇 終於清光了 還沒有 二礦還有 主礦清光 二礦還沒有 這個... 其實因為現在轉非常的問題 在於你現在轉非常... 你也打不贏對方 因為實戀是三礦 三礦的蟲族非常定頂多 沒有瓦斯頂多 更不用講你現在工兵被我殺到一個 這邊這一波被殺了22隻的工兵 是 剛剛只是勉強保命保住而已 因為在最後的關頭 最後的時間擠出了幾隻飛塘 還守家守住了 但下一波 來就可能不是這樣子結束的了 人口數的部分呢 90對70 94對70 落差24個 還是同種族的 對 現在這邊其實落差 最怕的就是這邊落差 全部都落差在工兵 好 我們看到右開蟲 這個右開的用意是 這個 右開蟲的地往南道 還想坐捷運地下鐵就對了 對 都已經很窮了 還... 這時候應該要 應該要是能省則省 被硬點 真的是硬點 好 蟑螂現在過來 好 要直接往前走了 那這邊的話應該 後蟲 這應該不可能再回舊了 趕快全部往前衝吧 衝吧 衝 有一些飛塘 對 它上面大量的第四 所以你只能打對方的三框 而且 Slam這邊也有一坨飛塘 對 也有一坨飛塘 它要有最多砲台 這個在家裡面的防守 是絕對 這個要防守 絕對不是問題的 這個這邊家裡面被打掉了 結果 JEX打出了GG 所以今晚兩位選手 賽前都是連敗 而終止連敗的是 Slam 他拿到了勝利 先休息一下 再來看第三場比賽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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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